私隐公署大细潮 这染黑警暴徒罪行 小提大座影响市民 打压警方执法力度 支持警察有力执法 支持警察有力执法 12月30日 香港民间组织《维港之声》 与珍稀群组发起游行行动 该组织支持香港警察执法护港 强烈谴责香港特区政府私隐专员公署 双重标准 严重违背中立 近日香港一部分煽动暴力的传媒机构 在阻碍警方执法后被查证件 反倒投诉警察 香港私隐专员公署专员 马上高调问责 《维港之声》与珍稀群组认为 这是极其不合理的行为 当天约30名市民首持国旗 以及写有支持警察严正之法 履行职责不容抹黑 阿瑟我称你 等字样的标语 由京中夏雀公园 游行至香港特区政府 私隐专员公署 现在有很多都是针对警方的 无论什么事 你见到很多媒体 他都是追着警方去针对的 他不会对着那件事 或者怎么样去消化那件事 去大事化小 去解决那件事 他是一路扩展这些事 私隐公署 我觉得他都是针对警方 都是针对 针对性 他应该如果他说 应该他要说 不专业的记者 香港维港之声 与珍稀群组召集人李碧尔表示 在过去六个月社会风波中 大量警员资料被公开 家属遭欺凌 有内地传媒记者被袭击 其证件被公开 作为市民公仆 私隐专员公署 没有履行职责 特区政府内部 存在各自违证现象 以致无法齐心 止暴致乱 他强烈谴责特区政府 有关机构人员的失职行为 认为他们应该做好自己 专业职责 协助政府打击暴徒 疯狂抹黑的行为 并守护保卫香港市民的警察群体 不应打压警察执法 纵容暴力行为 大家在镜头面前看到 这些这么严重的问题 他们转移视线 用警察每一个执法的动作 和执法的武器 来转移视线 转移了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很愤怒 我们要把问题拉出来 我要告诉他们 你不要围观秘事 你不要小提大做 去打压我们警察的执法 我们很愤怒 我相信全港市民都愤怒 包括你们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你不肯定是为了 我们不肯定是为了 我们不肯定是为了 要是为了 我们不肯定是为了